师兄砍球 球友们 狗连好 我是和球友们一样 渴望早点过年的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来到师兄砍球 今天我们要砍的是新年的第一战超级赛 泰国大师赛混双决赛 大马队陈炳顺 吴柳营 对阵泰国的德查波尔和福地塔 这里简单说一下国际语联的赛事分级 取消了黄金赛这一说法 而是以超级加一个数字来命名 这里的数字指奖金的金额 比如泰国赛就是超级300赛 300代表总奖金15万美元以上 除去最高级别的总决赛以外 一共有5个档次的超级赛 超级1000赛 超级750赛 超级500赛 超级300赛和超级100赛 好了 回到比赛 蓝衣服这一边 扎了一个马尾边的就是你们的女神吴柳营 穿无袖装 亮出两臂肌肉的大叔就是陈炳顺 这战比赛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就是自吴柳营去年5月份受伤以来 付出的第一个国际大赛 之前只和师弟陈汤杰打过一个 印度国际系列赛的小比赛 红衣服这边 身高1米83的高妹是普地塔 小个子男队员是德查波尔 这对泰国组合应该是新配对 因为在2017年的混双比赛中 德查波尔主要是配对沙西利在打 成绩还不错 拿过一战黄金赛冠军 一个东南亚运动会的冠军 和一战超级赛亚军 而高妹则是主攻女双 配对的也是沙西利 今天的重点是爱玉克蔡师兄以四个精彩回合为主线 来窥探纯丙顺五柳银组合的打法特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精彩回合 第一局2比4高妹发球柳银分边 高妹顺势挡直线 丙叔借力分对角 高妹转身拦截直线 柳银反拦截 拿到高点软压 德查波尔不得已起球 柳银继续拦截软压 这一系列交手柳银组合本已占据主动 但德查波尔依旧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 依靠手感和快速的反应 摆脱出高质量对角球 于是比赛进入第一次攻防局面 柳银起球后平行站位开始防守 泰国组合这边 然后旅拳开始进攻 一系列吊打结合 柳银组合都防守得非常稳健 直到柳银抓高妹的一拍扑追身 反抽直线空档 德查波尔反拍起球 柳银后侧重杀 高妹接杀挡边角 柳银接吊推过顶 德查波尔不为杀柳银追身 柳银蹲打反抽对角 高妹不为挡网 柳银跟进回放高妹起球 柳银组合再一次占据明显的主动 但柳银并没有选择加速进攻 而是一拍减速掉球 这时高妹的意思也趋于往前 甚至在柳银出球的瞬间 往前小跳了一步 结果是选位非常靠前的高妹 在接吊挡对角后 节奏上略为战先 接下来 比赛进入了往前的拼斗 柳银试图通过连续的勾对角摆脱 都被高妹再往前一一拦截 通过这个多拍回合 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吴柳银的防守很好 而且善于分球 二是吴柳银很喜欢斗往前 且善于变化 三是秉书虽然两臂肌肉高骨 但是并不喜欢发力强攻 而是更喜欢打落点控制 第二个精彩回合 第一局11比15 德查波尔发球 秉书推腰 德查波尔回挡直线 柳银起球 接下来泰国组合连续追打吴柳银 柳银则非常巧妙的连续摆脱 反而逼得德查波尔祈求 秉书在获得下压机会后 打掉结合连续追击高妹 这个回合依然体现了 吴柳银强悍的个人防守实力 和善于摆脱的意思 如果说大马混双组合 采用的是防守反击战术 那吴柳银就是从防到反的关键一环 而秉书虽然不具备脸压式的进攻能力 但好在头脑清醒 能够选择合理的线路 始终追打对手的女球员 第三个精彩回合 第二局10比5 德查波尔发球 柳银分腰 高妹拦截挡直线 注意 在这种高速交换的回合中 高妹是很难挡出大对角的 秉书接球分往前对角 高妹转身 继续回放直线 柳银拿高点转对角 德查波尔补位 接球推直线 柳银转身 快速拦截挡回直线 高妹也跟着转身 拦截软压 接下来柳银漏球 注意 虽然这个球 貌似高妹站得先手 但是秉书的站位 还是非常合理的 正好偏向于直线 因为他知道 高妹在高速的交换回合中 是很难挡出大对角的 秉书有惊无险的捕位 反而在被动中 接推挡出大对角 导致德查波尔 长距离上网补位推球 移动迅速的柳银 再次快速拦截 挡回直线 正好处在回动中的德查波尔 匆忙中处理失误 这个多拍回合的交手 基本上都在中前场完成 而且步步都是险招 但正是这种短兵相接 重在拼线路和异式 弱化力量的打法 却是柳银组合 非常擅长的套路 在爱语客蔡师兄看来 吴柳银属于兴奋型 脑子转得非常快 再往前非常积极活跃 拦截的面积非常大 但秉书性格偏于隐忍 思维周密 看似经常慢一拍 但精于利用线路和节奏 去限制和调动对手 全场的视野感非常好 一旦秒到机会 一加速就只取要害 第四个精彩回合 第三局13比14 高梅发球 柳银走中路 高梅拦截分球 秉书被动中 转对角控当 德查波尔起球 在取得后场主动后 秉书又是习惯性的不发力 耐心的掉球 限制对手 先是连续掉中路 偏高梅这一侧 然后连续掉直线 限制德查波尔 就在高梅终于忍不住 上网冲抢时 秉书一拍快速发力 推对角过顶球 形成德查波尔 匆忙中 转身补位 抽球下网 这一回合 再次突出了秉书的性格和打法特点 先是非常耐心的去和对手周旋 虽然 整体上看来 这种打法缺乏攻击力 但是这种限制球 却容易让对手 在心理上产生烦躁和冲动 一旦出现机会 则快速秒杀对手 最后蔡师兄总结一下 吴柳银和秉书的打法特点 吴柳银主攻往前 以快为主 一是出手快 在往前的处理中 往往并不追求发力 而是出球干脆 在节奏上快过对手的启动 二是意识快 能提前预判对手的出球线路 提前举拍 封堵有危险的球路 三是照顾面积大 防守反击犀利 秉书主攻中后场 落点好 目的性强 一是围绕空档做文章 不管是直线球还是对角球 都能直取要害 尤其是大对角的应用 可谓出神入化 二是限制旅球员 通过打掉绝合 围绕对手的旅球员做文章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相信柳银组合的打法 对于那种不喜欢 频繁重杀的混双业余球友 会有一定的启发 看水服猜性格 请从下面两位球员 喝水水服的大小 分析两位球员的性格 感谢观看